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防止南花禁斧 我们可以用土壤专用的杀菌剂 二美林一个月挂一次根 如果是防止软斧 我们就需要用上细菌性的杀菌剂 那么有话要反映自己家里 不太适合用杀菌药 或者是自己不喜欢用杀菌药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防止粮斧了 方法当然是有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土方法 这个土方法就是用草木灰浸出液 我们将草木灰与清水浸泡 然后用上层清液对水稀释之后 跟南花进行液面喷湿 顺便盆土表面也可以喷一下 为什么草木灰浸出液可以防粮斧呢 首先这个草木灰它是含甲元素的 甲元素可以让植株更为健壮 抗病能力大大提升 其次就是草木灰它是偏碱性的 南花盆土之所以容易支撑病菌 就是因为盆土在酸性条件下 这个病菌就会大量的繁衍 我们用上草木灰 就可以有效调节盆土的酸碱度 把它调至微酸 或者是偏中性的一个土壤环境 这样就可以抑制病菌的支撑 也能够有效避免禁腐软腐 当然要想避免凉腐 我们除了要用草木灰浸出液来防治之外 我们还要保证养护环境通风透气 盆土的就好用粗颗粒质料 让盆土的透气性溺水性非常好 避免盆面过失就能够有效避免凉腐的发生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